億萬概念車清台 Mercedes-Benz F015仍以豪華為主軸 車長超過5.2公尺 軸距也達到3.6公尺 要讓你知道未來的大型豪華房車 不一定都是有屁股的 而且單箱式的車艙空間表現 可遠比現行S-Class再大上一號 透過特殊的車門鞠鏈設計 兩側的前後對開式車門 可以坐90度開啟 艙內的4張獨立座椅 還可旋轉調整座位的方向 或向車外轉動30度迎接貴賓入座 另一核心設計概念 則是能自動駕駛 不過為了讓車主更有自主性 仍保留了方向盤 車外的人只要透過車身上 大量LED燈光 就能知道現在是誰在開車 發藍光的是電腦自動駕駛 發白光的就是人在開車了 另外F015是Hybrid車款 但它的混合動力設計是由氫燃料電池 加上插電式充電裝置所組成 並以電動馬達驅動 因為沒有燃油引擎 所以比較環保囉 這款電動概念小跑車 是Mini與意大利改裝公司 Turing Super的Jetta聯手打造 它採用雙座軟頂敞篷設計 並以純電動方式驅動 比較有趣的是 流暢的車身線條 與尾箱背棋等部分 居然散發強烈意大利復古風格 好家在兩個搶眼的英國國旗尾燈 讓它抓回了一些英倫色彩 它只是台概念車 不過若新一代的Mini Coupe或Roaster跑車 真能長成這樣 絕對會樂死車迷了 Audi Prologue概念車 是一輛大型豪華雙門Coupe 車長超過5公尺 外觀與內裝都洋溢著濃厚的未來氣息 Audi招牌的單體式水箱護照 在這輛概念車上變得更為寬扁 位置也變得更低 搭配上狹長的矩陣式雷射頭燈 侵略意味十足 內裝設計是另一個亮點 透過線傳控制系統 以及觸控式OLED介面 簡化所有傳統車用按鍵與旋鈕 概念車採用MILE HYBRID動力系統 搭載一具4.0升TFSR引擎 與一具48伏特的電動馬達 可爆發出605匹最大馬力 以及71.42公斤米最大扭力 由靜止加速到時速100公里 僅需3.7秒 Toyota I-RODE雖然看起來像是一台電動三輪車 但Toyota卻將它定義為電動小汽車 是都會中可以提供一至兩人搭乘的便利交通工具 利用後面一個輪子驅動 前面兩個輪子負責轉向 以及車身平衡 它可靠純電力行駛50公里 且只需3小時就能完成充電 不難想像若在都會使用會相當方便 車身平衡 車身平衡